最開始這個劇作 這個劇本就是講的是一個男人失去一個女人 是一個很簡單的線索 然後我就開始把它寫成一個像黑色電影的樣子 然後又開始把這個黑色電影反過來 所以劇作的邏輯應該是這樣 先把它寫成一個類型篇的劇本 然後再開始用電影語言用結構慢慢地去破壞它 因為好像我拍電影一直以來都是這樣 就是時間都不是線性的 它突然就開始閃毀了 這也是電影的優勢 在記憶是不斷地插入在其中的 其實對於鏡頭的長度我個人沒有什麼執迷的 我甚至我自己是不知道它具體有多長 就是別人在告訴我好像這個鏡頭有40分鐘 好像那個鏡頭有60分鐘 我是沒有對這件事情非常的執著 而且我覺得最普通的觀眾也不了解什麼是長鏡頭 他們並不了解鏡頭多久開始剪輯 所以一個鏡頭持續地拍攝有 這部電影這樣拍有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它結構是這樣的 它前面一半是斷序的 是有很多記憶交織在其間 然後後面一半我希望它是持續的 希望它以一種最簡單最簡潔的方式獲得時間 然後再用3D的材質去表述記憶 這樣我覺得會很迷人 實際上操作上的困難應該要比其他的 一心到底電影難很多 因為第一它沒有那種真正意義上的CG CG的部分 然後它的地理跨度很大 大概幾公里上面跨越 所以演員的表演區域非常的大 然後我的主創工作人員 他們所要去工作的區域也很大 就比如說燈光好幾公里的燈 然後每個細節的燈 其中的燈還得變化 所以非常考驗燈光的功力 還有美術老師的場景 雖然那個場景是一個前蘇聯的 廢棄了的遺留下來的場景 但是有很多細節 小的結構需要去重新梳理 所以裡面做了大量的美術的工作和設計 我覺得然後實拍的時候 其實每一個人大概有200來個人吧 實拍的時候加群眾演員 其實每一個人的貢獻是一樣的 就雖然我會全程跟下來 但是如果一個道具 老師他沒有處理好 我們又得重來 然後也反复有人問我說 那為什麼不用CG把它剪斷 讓你拍得更方便 我很同意 我也覺得應該用更方便的技術去拍電影 但是實在是想跟演員和主創 一起在60分鐘的時候 一起去經歷那個時刻 我們拍的時候是在天快亮的時候 特意選擇了一個接近天亮的時刻 然後我還有我的演員 還有裡面的主創 我們大家在一起很幸福地等待那個天亮的時刻 那一刻就非常的難忘 它大於了使用任何的特效 那是真正想追求的 它有多麼難 它又上天又入底了 那些都不應該是觀眾關心的 因為那些工作我都做好了 我和我的工作人員都把它設計得很好了 需要觀眾就是敞開心扉去體會它 不用管技術有多難 不用管是怎麼完成的 只用管在夢裡面 在我們的腦海裡面 每個人知道夢境是很快速的 但是在電影裡面 它又是實實在在的 一直在發生下去 實際上在最後 後半部分的電影裡面 在那個持續的鏡頭裡面 它在夢中是一個不斷跌落的過程 它從那個山路上 然後坐著鎖到 當召喚的少數民族音樂起來以後 就開始召喚到下一個區域 當林翔老師做的那個音樂起來以後 就開始召喚到下一個區域 然後下一個區域故事發生完了以後 那音樂又起來了 然後又跌落到下一個地區 然後不斷地就往下跌落 最後的時候我希望有一個更有趣的方式結束它 那個方式是希望在裡面把時間重新再定義起來 所以我覺得一枝煙花的時間 大家都知道大概就是一分鐘的樣子 可是它點燃那枝煙花 接下來它們發生了很甜蜜的很神奇的事情 回來的時候那枝煙花依舊還在那 所以就想告訴觀眾 那到底是一分鐘還是過了很漫長的時間 也是想告訴觀眾 羅虹母不斷地追問的 男主角不斷地追問的 就算房子旋轉起來 那又怎麼樣呢 在前面那部分 最後的時候房子轉起來 我們覺得一切都沒有改變 那只是一個浪漫的過程的意義 最後發現其實那一刻時間變得非常的漫長 合作專業演員是沒有別的想法 就是想試試跟更職業的表演藝術家們 在其實什麼樣一個狀態 然後發現他們效率更高 更明白電影的核心是什麼 如果跟非職業演員 這部電影依舊有很多非職業演員 跟非職業演員合作 我前期要花大量的時間去陪伴他們 要和他們一起把角色衍生出來 但職業演員就是前期他可以自己獨立地去領會角色 他甚至領會角色的深刻度比我還高 然後他可以帶來很高的效率 像黃絕 絕哥他本來是一個特別溫柔的人 但是一直以來在電影裡面呈現的形象 都是很有力量感的 我覺得應該有一個角色適合他 是一種特別無力特別絕望的 那才會更適合他 所以這個角色跟他我覺得挺搭的 然後包括名字也取名 是我很喜歡那個台灣音樂人的名字叫羅宏武 然後湯薇小姐跟他的合作 因為他的表演很專業 他有很多的建議 從前期就開始跟我溝通商量 然後也提供了很大的支持 時間 往返 他也很享受在角色裡面的過程 也不介意放下很多職業演員的裝備 能在現場像一個非職業演員一樣遊蕩 對於一個職業演員來說其實挺不容易的 然後張姐就不說張姐是一個非常非常職業的演員 而且張姐本身也是一個很有才能的電影導演 所以她在現場基本上就是前輩保護著這部電影 然後保護著年輕人 一面教導著我 然後一面又幫助著我 所以張姐對這部電影的重要是深藏功與名 是大家看不到的 但其實非常的重要 洪奇應該是每一個導演都願意合作的演員 因為他很有天賦 而且他才剛剛開始跟我一樣 然後我的小蝴蝶因為一直合作 其實在拍野餐之前我們就已經拍過一些video短片 像我們那天開玩笑算了一下 大概合作已經有十年了 因為我們從08年09年開始拍戲 09年開始剛剛拍了一個video 所以差不多十年其實是很深的合作關係了 所以跟他非常的熟悉 然後他雖然只有那幾場戲 但他跳舞的那場戲其實排練了兩個月 我會提前告訴他你應該跳成什麼樣子 然後最後一天開拍的時候 我告訴他你不應該跳成這個樣子 所以他在現場就不知道怎麼辦了 但是他的所有的肌肉的記憶已經富裕了 所以就會像電影裡面那樣 沒有什麼壓力來金馬 因為從創投開始 算是我教的一個作業 因為在金馬創投 然後得到很多前輩的指點支持 包括像張姐他們過來支持我 所以對我來說去金馬參加影展就像交作業一樣 跟其他影展可能有一點點不一樣 我希望把最好的一面呈現出來 至於壓力沒有 交作業不會有壓力 也沒有人跟我考試打分